近日 港媒爆料李嘉欣103岁的婆婆 已于上月离世 而公共许世勋早在2018年就已去世 两位老人撒手人寰后 据粗略统计高达400多亿的资产 仅一分也没有留给独子许靖亨 儿子李嘉欣 那么夫妻俩到底做错了什么 让许老太做出如此决定 而这笔巨额遗产 又落入谁的口袋呢 香港豪门 许家一向低调 所以许老太的离去并没有被媒体曝光 直到出病仪式时 许家才公开此事 可能不少人都只知道李嘉欣嫁入了豪门 但对他豪门的公共婆婆并不了解 简单介绍一下李嘉欣公共是著名的船王许世勋 同时也是香港十大富豪之一 而他的老婆名叫简建勋 许世勋在世时虽然是豪门出生的贵公子 但却没有其他公子哥的陋习 对唯一的妻子许老太非常疼爱 每次出席都能看到二老携手的画面 不过别看这对夫妻和蔼可亲 但能成为许世勋一生挚爱的许老太 可真不是什么简单角色 许老太和许世勋一共有两个儿子 只可惜年轻有为的大儿子英年早逝 唯一的二儿子许静亨被夫妻视如珍宝 自然也成为了许家唯一的接班人 可是二儿子许静亨却没有那么争气 在年轻时曾与诸多女星传出绯闻 不过幸运的是 在30年前许静亨迎娶了赌王何鸿燊的女儿何超穷 一个是顶级富豪 一个是赌王千金 这样的搭配可以说是强强联合 无人能及了 据传这场豪门婚姻很多香港名流 以及灯红明星大腕都到场祝福 光是宴席就举行了三天 而结婚时 许老太对何超穷这个儿媳非常满意 甚至还亲自为她提群拜 婚后 何超穷对公婆很是照顾 让婆婆对这个儿媳妇越发满意 可再怎么满意 也抵不住丈夫许静亨的桃花飞吻 于是这场豪门联姻 终究还是走向了破裂 但婚姻的破裂可不妨碍两家人的关系 许老太对何超穷依旧很是喜欢 私底下夫妻二人还会和何超穷喝茶聊天 而在与何超穷离婚后 许静亨像是脱离了束缚般 与香港最美小姐李嘉欣走在一起 但不知是不是由于以前李嘉欣的绯闻对象也不少 还是由于别人的什么原因 让老太太每每面对媒体 追问儿子许静亨与李嘉欣的感情事实 许老太总是冷脸相对 甚至给人一种非常严肃的感觉 相比之下 丈夫许世勋倒是和颜悦色不少 可据传 许老太在私下并不高傲 他和丈夫虽是身家百亿 但依旧会和丈夫一同出去逛街买菜 而且穿着打扮 不求奢华 只求得体大方就好 后来许静亨和李嘉欣相恋两年在香港正式注册结婚 并举行闭门喜宴后 既有外界一直盛传 李嘉欣与婆婆关系不合 并称 李嘉欣最初与许静亨相恋时 许世良老就已经反对 但儿子却执意要去李嘉欣 而最初李嘉欣加入豪门后不愿生孩子 这才令许老太相当不满 更有甚者传言 许静亨是当天悄悄注册结婚 随后才补办的婚礼 在婚礼现场 许老太太全程黑脸 而且结婚第二天 向来有给男方父母敬产的老传统 但李嘉欣却没有前往 这让许老太太相当愤怒 直到李嘉欣生下儿子前 他们的婆媳关系一直处于冰点 但对于以上两种传言 并不能当真 毕竟谁都没有亲眼见过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 许老太太对自己的小孙子很是疼爱 在孙子的百日宴当天 便亲自出腰包 五百万给孙子办了个豪华的百日宴 同时也奖赏了 为许家开支散业的李嘉欣 后来随着许老太夫妻年事已高 与孩子们之间 便也没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了 李嘉欣在两位老人在世时 还频频晒出与公公婆婆相处的照片 所以不论之前他们有什么不愉快 众人都能看到一家人关系和和气气的 而随着两位老人相继离世 许世勋家族步入二代成员 掌权时代 介于许世勋家族只有两子一女 但长子离世 女儿出嫁 表面看着遗产归二儿子许晋亨 可事实并不是如此 许家的百亿财产其实是2018年 李嘉欣公公 许世勋去世之后 就已经将家族财产变成家族信托基金 和巨额保单 当然 这可不是把钱捐了 而是为了子孙后代着想 毕竟他们拿着巨额财产挥霍一空 据悉 为了保证他们可以衣食五优 李嘉欣和许晋亨夫妇 每个月只能领到200万元生活费 其余的巨额财产会在信托公司运作 从而达到前生前的结果 当然这些遗产 许世家族的其他孩子们 也可以领到相应生活费 而许老太太离世后 虽然也有自己的私有财产 不过许老太和丈夫一样 选择将巨额资产放进家族资金 再者 除了巨额遗产之外 关于许世的家族企业 也并不是留给许晋亨一人所有 因为许世企业规模庞大 许世勋的两个哥哥及家人 也在一同管理 虽然许世勋去世了 但他的儿子并不能一人独吞 只能作为股东之一 帮助公司运作 而许晋亨和李嘉欣 所住的上亿豪宅 据传也是在家族名义之下 许晋亨并不具备掌控权 可能说到底 许世夫妇的去世 许晋亨并没有因此得到 任何财政大权 不过要说每月200万的生活费 对普通人来说 还真称得上是巨额财富单 但对许晋亨一家来说 仅仅是生活费罢了 果然甭管人家是不是有财权 在普通人这里依旧是富贵人家 可在香港真正的百亿豪门里 许晋亨夫妇大概就不一样了 不过关于豪门公子哥 许晋亨的两段婚事 不少网友 倒是拿何超穷和李嘉欣比起来 有人认为何超穷跟许晋亨离婚 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李嘉欣 因为公婆相继离世 李嘉欣夫妇始终是巨额财产 唯一的继承人 但也有人说 李嘉欣虽然嫁入百亿豪门 却因丈夫没有什么实权 只能在豪门里做个听话的儿媳妇 相比于最近几年 丈夫的前妻何超穷 她离婚后没有再婚 而是把重心放在了事业上 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早在2015年 何超穷就已经成为了香港女首富 现在身价估计超过了300亿 假如她没有与许晋亨离婚 哪里还会有女富豪的诞生 所以何超穷才是最大赢家 对于众人的各执己见 只能说咱吃瓜群众 就不要替富豪操这个百亿遗产的心了 香港富豪罗英军去世之前 把600亿遗产建成了一个信托基金 让自己的妻子杜丽君当信托人 同时让几个子女都成为了授亿人 当时信托的单位是汇丰银行 后来杜丽君认为分配的比例不合理 于是就想把600亿遗产拿回来 重新分配 不过汇丰银行却不同意 为此杜丽君还把汇丰银行给告了 关键是杜丽君却没有告赢 还败诉输掉了两亿的诉讼费用 台湾首富王永信 曾经在美国建立了四个信托基金 他去世之后 子女想把资产拿回来 也是没有办法 他们只有授亿权 却没有所有权 打了很多年的官司 至今都是拿不回来 也就是说 李嘉欣现在真的要去拿回这400亿的官司 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虽然李嘉欣如今不愁吃不愁喝 但是他去缺钱啊 毕竟刘明伟也说了 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自己的资产 可以多几个零 李嘉欣现在已经混入了香港的顶级名媛圈 这些人随随便便买一件珠宝就几百万了 李嘉欣住的房子 也是属于家族信托基金的资产 只能住不能卖 每个月200万也是够他们花销而已 却不能让他随便就一掷千金 另外李嘉欣还必须考虑儿子许剑彤的未来 许剑彤长大之后也必须自己发展生意 如果他要创业 没个几十亿 也基本不用说了 因为许家现在基本没什么生意 就是剩下一些物业收租而已 除非李嘉欣希望儿子许剑彤 未来跟他的父亲许敬亨一样 当一辈子的二世祖 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天天就是打扮帅气 然后吃喝玩乐而已 我们这些不真的就没了 孩子 好不好 或是 我们不得了 我们的状况 我们的状况